哈喽大家好,我是婷子,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微信呢上线了数字人民币的功能 那如果大家不了解如何在微信中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方法 那可以翻看一下我4月13号的那期视频 那里面呢有详细的讲解以及操作 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如何在支付宝里开通数字人民币的方法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万一哪一天你忘记了视频的具体操作方法了 还可以回过头来再好好地看一下本期视频 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们需要到手机的应用市场 或者呢是通过支付宝首页上方这里的搜索框 直接搜索数字人民币 然后呢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打开数字人民币的APP 然后呢点击新用户注册 那这里呢会弹出一个新用户须知 那里面呢主要显示的是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地区 那如果在这个页面没有你所在的城市的话 大家呢可以先了解一下如何使用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里的同意并继续注册 然后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等等 我们按照页面的提示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注册完成之后就来到了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右下角这里的我的 然后呢点击开通或添加数字钱包的选项 在这个页面呢我们点击网商银行支付宝的选项 那这里呢就会弹出一个提示 网商银行钱包开通后将关联至手机号相同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点击我知道了 然后呢就需要验证咱们的手机号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输入咱们接收到的验证码 验证码输入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需要设置咱们钱包的名称了 咱们呢就随便的设置一个 然后呢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呢就需要设置六位数的支付密码 咱们的密码设置完成后 这里呢就显示开通成功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钱包类型是四类钱包 那四类钱包呢就是非实名的匿名钱包 那如果咱们想要在支付宝里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话 咱们呢就应该把四类钱包升级为三类或者是二类的钱包 我们点击一下升级钱包 然后呢按照咱们的需求进行升级二类或者是三类的钱包 比如说我选择升级二类钱包 那我们呢就点击一下下方的升级到二类钱包 然后呢就会让我们输入钱包的支付密码 密码输入完成之后就会让我们输入我们的身份信息 就是咱们的姓名跟身份证号 接着呢就会让我们输入我们的银行卡号 并再次的输入我们的验证码 好这里呢就已经显示已经成功的升级为二类钱包了 我们呢点击下方的完成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点开我们的支付宝 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我 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呢就已经显示数字人民币的这个选项了 那么绑定了之后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我们点击一下数字人民币的选项 然后呢点击立即绑定 在这里呢输入咱们数字人民币APP的支付密码 密码输入完成之后呢就弹出了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这里有转入转出以及转账收付款等等 那这里呢也有一个介绍怎么使用数字人民币 通过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收付款就可以进行支付 那通过收付款就可以进行支付 这里呢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收付款 然后呢点击这里的付款方式 我们向下滑动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数字人民币的付款方式 那我们想要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 赶紧拿出咱们的手机试一试吧 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可以为我长按点赞按钮助力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